好 这一次林怡景被搜索被约谈 大家又回想起一件事情 生日魔咒啊 还记得郑文燦就是 生日那一天就被送进了地检署里面吗 而林怡景也这么巧 他生日的前四天被约谈 现在人还在地检署内 而现在倒是为什么呢 你今天新闻一看完 恐怕是不是都跟助理费有关之外 更多人讨论是去年11月 台南市议员林彦柱指控 林怡景的特助朱明洪的案件 好 给你看到这两个人 第一个女生的是林彦柱 他指控朱明洪因为选举的关系 当家大家那时候都在觉得说 应该是选举的工坊啊 没有什么关系 但现在检调是不是真的查出来什么了吗 好 我们现在谈的是 这个人叫做朱明洪 他被说跟林怡景很久 从议员到立委都当特助 当时林彦柱说朱明洪不仅自己开公司 还用自己的身份护航 怎么护航 他是光从108年到112年 他包下了台南市府的工程 9237件这么多 等于是你自己开公司 你又包工程 全钱都给你赚了 那现在的状况是 他包工程算了 你做工程管理去卖 这个所谓的大量的碳粉 跟墨水夹给别人 所以区工所里面 根本没有实际的东西 反而是碳粉跟墨水夹 堆得满满满 同时你也赚翻了 好 当时朱明洪当时有回应 他说公司早就已经成立非常久了 之后我还退出经营 而且林彦柱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是同学 我结婚的时候你又来 控诉他是为了李全教的选情 才会打击他 同时他列出 我之前不是刚刚跟大家讲 108年到112年 他包了9237件吗 他说没有 7年来我把这个所有的政府公开的 采购数据全部都摊开 7年三家公司才拿到115个个案 哪来的9000多件的标案呢 好 如果当时真的是政治口水的话 那现在检调查的 如果是真的话 从护航到公司金流 未来这些都是会调查重点 而我刚刚提到了 检警还在侦办当中 尤其林一锦跟相关人员 都还在台南地检署赴讯 有什么最新的进度吗 我们联系给记者董一贤 好 十一旦来关注林一锦的案子 最新的状况 目前我所在这个地方 是在台南地检署 那么林一锦和相关人员 已经从这个市调处 移送到这边来 那么进行赴讯 包括他的委恩律师 也都在里面了 那么少了之前 他也透过脸书 来向知识者喊话说 他相信司法会还给他清白 不过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其实从今天上午的九点钟开始 在台北的立院办公室 以及在永康的服务处这里呢 来进行同步搜索 同时检调还扣走了 将近四十册的账册 还带走了一名疑似会计的人员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最新消息是 这个林一锦很可能涉及的 就是助理费的相关的案子 那么从他从政到目前为止 其实争议也相当的多 但来看到我们所整理出来的 那么今年他在连任的时候 一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被爆出说 他涉及了这个一名国中教师的婚姻 好色风波 不过呢 他当时说这是选举的奥博 还包括了他的助理 从他当任议员到立委的这个助理 成立了三间科技公司 那么呢 有承包了九千多件的案子 不过呢 当事人说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还有包括他的弟弟 也曾经呢 因为这个性骚扰案 还有呢 涉嫌就用公务车来救驾逃逸 整整的这整个过程的争议呢 被外界说呢 是因为仗着姐姐是立委 仗势妻人 这么多的争议 到底和这一次他被搜索的 这个事情有没有关联 稍后我们都会在现场 持续为你来掌握 主播 好这几天新闻看完 你不禁想问台南帮最近怎么了 怎么会接连出事 从陈宗燕 李梦燕 甚至之前的赵天宁 到现在的林一锦都是台南帮 外界就认为 这会不会是派系斗争呢 被自己人爆料 而时间就这么巧 资料全部都给了出来 而今天包括了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跟王世坚 被问到问题时 他们也出面受访 他们都说不可能 他绝对不搞这种小动作 对 只有这个绝对是误传 绝对是误传 该自己做事的 有做什么事 自己做自己做 陈宗燕跟这事完全无关 我没那么厉害 开中场会比较重要 好农历七月 政坦真的出现太多的怪事了吧 从民众党有假账风波 台南帮有连续出事 尤其现在对民众党来说 四个字形容 损兵折将 现在2026这局 也没有他们的份了吗 时间交给敬意 好 大家还记得 民众党党庆的时候 有那火烤大会 这下民众党还真的被火烤了吗 我们知道民众党的 八位不分区立委 他们都有他们要领养的责任区 像是黄国昌是在新北 那么黄珊珊就在台北 不过我们看到 最新的民调显示了 如果黄国昌真的跑去 选新北市长的话 对手如果是 国民党的李四川 和民进党的苏巧慧的话 他的支持度 竟然只有10% 好 这等于说 民众党在新北的这一席 也无望了吗 像是黄伟翰就直接说 这代表的就是 黄国昌他的实力不够强 至于黄珊珊的北市 看起来也因为是个假账风暴 他被停呈了三年 民众党的秘书长直接说了 好 这个北市长 未来不管是党内的初选 还是他要去登记 还是要争取提名 通通都不行 等于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才2024年 提前可以宣告 他的北市长就是没有了 好 因此我们看看 这两位其实已经是 民众党内非常强的战将了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选 2026年了 政治评论员吴静怡就说了 民众党下次的选战累包 看起来是一个全新的战局 怎么样的全新战局 叫做没有人的全新战局 不知场上没人 就连在这个牛棚里头 热身的投手身影 现在也一个都看不到 媒体人黄远翰 跟进一步分析了 柯文哲终结蓝绿的希望 也许将会变成绝望 他想要终结蓝绿 这个民众党 似乎现在是被自己给终结掉了 好 我们进一步就来看 那民众党是不是被诅咒了呢 刚刚赵和也有提到 现在民众党啊 选将 尖联 折损 黄阳明就点出 民众党现在看起来 就像是被诅咒一般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新北还有台北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了还有新竹的高洪安 他因为这个助理费涉贪案 一审被判有罪 目前新竹市长的这个职位呢 遭到停职 他也退党了 他现在并非民众党 那么新北黄国昌 好 他在网路的这个声量很高啊 但是呢 这个民调现实就是很骨感 至于黄珊珊 现在提前可以宣告 2026已经无缘台北市长了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啊 他是金门县长陈福海 当时候呢 他可是带枪投靠 因为呢 他是用五党籍的身份 选上金门县长的 但是他在选前 就已经加入了民众党 但是呢 大家知道选霸法呢 最新的这个通过之后的修正案 是说你只要涉及过黑金枪毒 或者是汇选等等 就不能够再参选 所以他过去在议员期间 曾经因为收贿 遭到判刑十个月的时间 所以就连金门县长陈福海 他在2026年也无法去竞选连任 所以看起来 现在台面上的这些 大家比较熟悉的战将们 都是无缘2026年了吗 那你会说受到诅咒啊 或是说风水不好啊 你还会想到什么 当然就会想到呢 刚刚我们提到的台南帮 从去年是前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因为性招待丑闻下台 说他是台南帮 因为他曾任台南的新闻处长 以及民政局长 再来呢 是交通部长李孟燕 因为十年的婚外情 亲密照曝光了 他曾经当过的是台南的水利局长 还有台南的秘书长等等 那么最新在今天啊 就是民进党立委林依景 疑似因为助理费的事情呢 办公室遭到搜索 那么他曾任的是台南市议员 也是新潮流的成员 我们进一步要去看的就是说 陈宗燕的这个事情啊 性招待丑闻 这可是十年之前 婚外情这也是十年的婚外情 而且他们分别是被什么 第一个是被民众党的立委 陈宛会所爆料 前立委陈宛会爆料 另外一个呢 是在PTT的亲密照曝光 所以到底是谁为的资料呢 对此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就说了 这代表的就是民进党内的斗争 真的是刀刀剑骨 显然这就是一步一步 有谋略有步骤的 好是不是在剑指台南帮呢 现在看起来这个古都府城啊 真的是满城近视呢 绿光斗争